一别十载 我赴约参加同学聚会 当年欺负我最凶的张冰龙 坐在C位 搂着我爱而不得的笑话 随便点 随便吃 今天全场 有我张公子买单 说话时 张冰龙用带着挑衅的眼神看我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一个妖娆的女子 带着一群壮汉 破门而入 指着张冰龙的鼻子说 老公 就是他刚才摸我的屁股 还说有没有兴趣 和他深入浅出地探讨一下 软件硬化工程的详细流程 消失了十年 这次同学聚会说什么 你也得来 那件事过去那么久了 你也该放下了 这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是大学时的班长董彪 挂断电话后 我无奈地摇摇头 说得轻巧 感情不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靠边停车 轻轻按下兰博基尼的熄火箭 点燃一根雪茄 思绪便回到了十年前 上大学那会儿 所有人都知道我暗恋笑话无梦遥 可我那时穷的叮当响 一直不敢向女神表白心惊 大家都说我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尤其是张冰龙 变着法地欺负我 鼓励我 仗着自己有钱 他经常请客吃饭 但唯独不叫我 不叫就不叫 去吃了 还得欠他的人情 即便是班级的AA制聚餐 我也几乎没有参加过 江少怀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餐 这次你可不能不去 毕业前夕 董彪专门来通知我 他看我时 眼神讳莫如深 我摸着干瘤的钱包 点头英语 这次一定去 谁知道 这一去便是噩梦的开始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我开始醉意朦胧 胃里也在翻江倒海 到了厕所催吐后 才有所好转 回来后 经不住大家的推杯换盏 我终于一下子趴在桌上 不省人事了 醒来时 映入我眼帘的 是一张张不怀好意的笑脸 全都拿着手机 正对着我狂拍 我瞬间酒醒 这才发现 自己近乎全裸地 躺在一家酒店的床上 江少怀 没想到你的身材还蛮好的嘛 听说你 一直暗恋我家梦妖 我这就发给他观摩观摩 没错 还挺白的 像只白皮猪 哈哈 仓皇中 我胡乱地穿上衣服 夺门而出 耳边的鸡笑声 现在想来 还有在耳边 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 地动天寒 出门前我喝下几杯红酒 才猛然想起 司机今天跟我告了假 反正聚会的地点 离我的别墅不远 懒得打车 索性走着去 我轻车熟路地来到旭日会所 大唐经理一看是我 满脸对着笑得迎上前来 江总 没听说您今天要来 没出去迎接 怠慢了 我是旭日会所的超级VIP 每次洽谈生意都安排在此 每年在旭日会所的消费少说 也有百万 会所的老板 钱总又是我的酒友 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 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 我摆了摆手 今天的聚会组织者不是我 你去忙你的 在众人的点头哈腰中 我轻车熟路地来到聚会的包厢 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的恭维声 龙哥 还得是你啊 要不是沾你的光 这地方我是不敢进 光包厢费这一晚上 就得不少钱吧 听声音像是我大学时的 设有月人亮 一个见风使舵又拜金的家伙 大学时他就跪舔张兵龙 没想到 现在还是老样子 我摇了摇头 推门进去 煞时 热闹的包厢向背 突然按下了暂停键 少请 窃窃思语声咒响 是他啊 毕业前的燕照门主角 他怎么好意思来的 脸皮真厚 哈哈 还真是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看情形 董彪没有提前告知其他人 我会来 无妨 这么多年的生意场 我早就练就了一副厚脸皮 董彪笑呵呵地站起身 服了服眼镜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身上怎么还湿了 我走向最角落的空位坐下 摊了摊手 雨下的不大 离得近 索性就走过来了 话音未落 月人亮也与我 哼 连公交都不舍得坐 老爹 你咋混成这样 我不辩解 视线落在圆桌的C位 张冰龙正叼着一根牙签 勾着嘴角看我 右手轻挑地搭着吴梦瑶 将他揽在怀里 与我对上视线的那一刻 他俯手亲了亲吴梦瑶的额头 眼里满是挑衅的味道 我嘴角轻挑 冷吃一笑 他大可不必 对于吴梦瑶 我早就释怀了 当年 吴梦瑶是我心中的高领之花 高贵而纯洁 他的一颦一笑 在我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直到有一次 张冰龙在宿舍拿着视频炫耀 视频中 吴梦瑶眼神迷离 在张冰龙的使唤下摆出 各种妖娃的姿态 被其玩弄 那一刻 女神的形象彻底崩塌 这蓄日会所 可不是谁都能来的 要不是我家老爷子 和会所老板前总有点交情 这包厢根本订不上 好不容易来一次 大家随便点 今天消费 由我张公子买单 张冰龙豪气得大手一挥 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江少怀 这里的菜品 你怕是听都没听过 赶紧点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真的是 显摆自己的时候 还不忘贬低一下我 既然那么豪横 那我不能服了你的好意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 重重地点头 龙哥大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 卡路加余子将一人一合 半头抱一人一只 82年的拉菲 先来视频 喂喂喂 江少怀 你疯了吧 感情不是吃你的 下手那么狠 一个打扮的表里 表气的女人 对着我横眉树眼 是以前的 团之书里飞燕 外号花痴姐 月人亮在一旁帮腔 江少怀 你知道你点的东西 有多贵吗 就算是龙哥请客 你也不能下那么狠的手 要我说 咱人穷不能置短 我懒得理他俩 转头看向张冰龙 龙哥 你不会嫌我点的贵吧 刚才点单时 我就发现 张冰龙的神色不对 肯定是肉疼啊 被我这么一问 他强颜欢笑 哪儿的话 点上 待会儿多吃点 最后几个字 他咬得特别重 想必刀搂的心都有 大学时 张冰龙是光鲜亮丽的 风云人物 长得帅 成绩又好 身材也棒 不知道 上帝到底给他 关上了哪扇窗 因此 不少女生 对他觊觎已久 他唯一的不好 就是喜欢炫耀 没办法 谁让人家有资本呢 也难怪他能拿下 当年号称银河以北 梦瑶最美的校花 吴梦瑶 跟他比起来 当年我就是个小透明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本就无交集 我对他也无感 但让我至今怀恨在心的是 那年 被人当众拿着手机 对脸狂拍裸照 把我的自尊 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的 始作俑者 就是他 原因就是 我把他在宿舍 炫耀激情视频的事 告诉了另一个主角 吴梦瑶 更刷新我三观的是 吴梦瑶不仅没有责备张冰龙 居然转头 把我给卖了 我只怪自己 被猪油蒙了心 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而后来我才发现 在大学后门 弥漫着暧昧霓虹灯的 快捷酒店里 他们早就度过了 一个个激情放纵的夜晚 江少怀 你现在住哪 忽然有人问了一句 我寻声望去 隔着几个座的男人 长相斯文 穿着鼻挺的中山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子书生气 我眯起眼睛 他是赵凯文 大学时期有名的学霸 各种讲学经的垄断者 我清晰地记得 在那次我被羞辱的事件中 他是唯一一个 站出来为我说话的人 想到这 我笑着朝他点了点头 如实回答 我住在威尼斯花园 声音很轻 但却被月人亮 巧妙地捕捉到 他突然狂笑起来 指着我说 大家快听一听 江少怀刚才说 自己住在威尼斯花园 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月人亮继续调侃我 你是在威尼斯花园 当保安吧 还说 住在威尼斯花园 嘖嘖嘖 几年没见 变得那么虚荣了 忽然有人插了一句 你看他穿的西装 是哪个地摊上逃来的 连牌子都没有 我听说 威尼斯花园保安的衣服 都是特别定制的名牌 这么说来 他连个保安都不是咯 好事者 你一言我一语 极尽口嗨之能事 我低头看了眼 身上私人定制的西装 无所谓的笑了笑 在上海浮沉了那么多年 我早就宠辱不惊了 过了好一会儿 那群喜欢成口舌之快的人 才转移了注意力 大学里玩的好的几拨人 组成自己的小圈子 聊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作为花痴 李飞燕聊的 自然是帅哥 男星的话题 他眼泛桃花 双手合适地拖着下巴 最近娱乐圈 有个超火的小鲜肉 叫纪若云 我超级粉他 长得太帅了 盈盈盈 要是能给我一个爱的抱抱 我少活十年都愿意 有人附和 好巧 我也是纪若云的超级爱粉 他昨晚还骑着白马 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本无心亏听 但他们离得我太近 声音又大 更重要的是 话题的主角 是小鲜啊 这小伙子不错 懂礼貌 也上镜 很有前途的一位星星 话音刚落 聊天的几人 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 尤其是李飞燕 对于我评价他的爱斗 感到非常不满 又开始装逼了 还小鲜 小鲜的 穷屌丝 纪若云一场戏挣的钱 怕是你一辈子也挣不来 我摊了摊手 我一直都叫他小鲜 他叫我姜哥 李飞燕冷吃一声 说得好像 你认识他一样 或从口出 就因为我多了聚嘴 众人又把注意力 转移到我的身上 也罢 哥不装了 我还真的认识小鲜 你不信 忽然有人出口打断 是月人亮 谁信呢 人家纪若云 这么如日中天的一个大明星 会认识你 鬼才信 要不打个赌 一听说打赌 大伙来了兴致 纷纷附和 对 打赌 打赌 我耸了耸肩 扫尸一拳 张冰龙淡定地抽着烟 云雾缭绕间 投来不怀好意的视线 一众吃瓜脸中 就属月人亮和李飞燕最来劲 李飞燕一拍桌子 如果你能证明 你认识纪若云 我就跪下舔你的脚趾 如果不能 你就跪下舔我的脚趾 祸 玩得够大的 无所谓 同学一场 你上杆子舔脚趾 我也不好意思不成全 月人亮 你赌不赌 见我气定神闲的样子 月人亮有些吃不准 支支吾吾地不敢下赌注 李飞燕给他打气 怕什么 江少淮九成九在装逼 赌就赌 谁怕谁 月人亮咬牙参赌 我淡定地掏出手机 给纪若云打去视频通话 铃声只响了两秒钟 就被接通 江哥 有什么吩咐 视频中 纪若云眼神慵懒地揉着头发 小记 我在参加同学聚会 有几个粉丝想看看你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 你们好啊 我是纪若云 很荣幸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我拿着手机 轮流在同学面前展示 轮到李飞燕时 我刻意多停留了几秒 小记 这位美女是你的超级爱粉 你好 美女姐姐 感谢支持 李飞燕又惊又喜 慌里慌张地捋了捋头发 挪了挪身子 把最好看的角度 展示给偶像 纪若云 我好喜欢你 可以送我一张签名照吗 一群花痴的女生 开始疯狂递尖叫 我也要 我也要 就差喊出来 纪若云 我要和你生孩子 面对热情的粉丝 纪若云微笑英语 改天让江哥转交给你们 我也喜欢你们 直到我关闭视频 这些人才恋恋不舍地一开视线 下面是不是应该对线赌注了 这时候 张冰龙提出质疑 刚才视频通话的时候 纪若云的脸 会不会是 AI合成的 大家也知道 现在 AI合成技术很牛掰的 月人亮和李飞燕急忙复合 一口同声 对对对 肯定是 AI合成的 好有心机啊 为了展示自己的人脉 居然提前安排人用 AI 换脸欺骗大家 好虚容 说话的是 学习委员王小飞 他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妆 大学的时候 他总拿鼻孔看人 每次经过我身边时 都要趾高气昂地吐槽一句 一股穷酸味 面对这几人 按照我现在的脾气 是不应该再和他们较劲下去 可他们现在这种小人得知的嘴脸 瞬间激起了我的胜负欲 我掏出手机 打给纪若云 电话接通后 我用近乎命令的口吻 小纪 来一趟旭日会所 跟大唐经理提我 他会带你过来 半个小时后 门被推开 摘下口罩的那一刻 几个花痴女发出一声惊呼 哎呀 妈呀 真的是纪若云 下一秒 他们簇拥过去 眼睛里星光点点 纪若云礼貌地拨开人群 静止朝我走来 微微汗手 姜哥 您找我什么事 我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什么事 就是想满足一下你的粉丝 面前偶像的愿望 然后我把那几个花痴 一一介绍给纪若云 纪若云能红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举止得体 礼貌谦卑 举手投足 都散发着优质偶像独有的魅力 就连趾高气扬的张冰龙 在纪若云的气场之下 也变成了一个小透明 整个包厢内尖叫不断 就连走廊里 也被吸引来不少粉丝 为了避免骚乱 在我的受益下 纪若云赶紧在助理的陪同下 从后门离开 喧嚣的包厢内 瞬间安静下来 我的目光依次扫尸过 刚才对我提出质疑的张冰龙 月人亮 李飞燕和王小飞 他们一个个红着脸 像安静的小白兔 尤其是 刚才跟我有赌约的月人亮 和李飞燕 他们私底下 交换着隐蔽的视线 等待着有人出来 打圆场 董彪适时地端起酒杯 菜上的差不多了 都别磨叽了 一别十年 大家都有了很多变化 但不变的是 我们身后的同学情 我提议 干一个 月人亮和李飞燕 赶紧应声举杯 那迫不及待的样子 分明是想蒙混过关 慢着 我抬手打断 刚才的赌约 是不是该兑现了 我慵懒得王蚁背上一靠 慢条思理地敲起二郎腿 得意地打量着 打赌失败的月人亮 和李飞燕 刚才是谁说的 打赌输了 就舔脚趾的 现在怎么不吭声啊 张冰龙将酒杯 哐郎一声砸在桌上 江少怀 差不多得了 大家都是同学 别搞得大家下白台 我自顾自地瞎下一口酒 如果刚才是我赌输了 我想按照你们的尿性 是不会放过我的 怎么轮到他俩输了 反而劝我大人有大量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月人亮 李飞燕 你俩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份上 大家都不说话了 月人亮疼得起身 愿赌服输 我月人亮玩得起 飞燕 上 别被人瞧不起 两人熊啾啾气昂昂地 走到我的面前 气势上倒是不输 然后一左一右蹲下 董彪又当起了老好人 舔脚趾就算了吧 就轻一下皮鞋吧 我迈他一个面子 点头同意 抬起双脚 送到两人面前 月人亮和李飞燕 快速地在我的鞋面上 亲了一口 转身呕着嗓子 返回自己的座位 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纪若云肯定是 江少怀的亲戚 不然他怎么小记 小记地叫 他一个臭保安 人家一个大明星 扒杆子打不着 他算个毛线 要不是亲戚关系 纪若云没理由 那么尊敬他 说的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我淡然一笑 不予解释 对这些人来说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他们看不得别人好 尤其是比自己好 只有牢牢地 给我定住穷屌丝的人设 才能彰显他们 变态的优越感 董彪举起酒杯 开始暖场 大家静一静 我先说两句 今天首先感谢张冰龙 龙哥 说实话 我们这些人中 能有实力攒这么高端局的 也只有龙哥了 这第一杯酒 我提议先进龙哥 恭维的话 让张冰龙很是受用 他站起身来 潇洒地压了压手 都是同学 说这些就见外了 总之全在酒里了 大家一起举杯 一饮而尽 张冰龙扎默了一下嘴 假装客气 江少怀 就你点得多 多吃点 过了今晚 你可就吃不到 这么好的东西了 我看着满桌吃腻的 山珍海味 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余光里 我瞧见张冰龙 咬着牙抽了抽嘴角 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宫愁交错间 欢呼声四起 我转头看向赵凯文 他是我曾经少有的 几个真心朋友之一 见他跟我一样 也是这热闹氛围中 被冷落的一个 我端起酒杯走了过去 凯文 现在在哪里高救 他厚重的眼睛下 眼皮抬起 一看是我 起身于我碰杯 碰杯时 还刻意压低杯口 我们各自抿了一口 赵凯文打开了话匣子 我无业游民一个 在知乎上写写小说 传言中的扑街小作者 就是我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谦虚的要命 都写过哪些 有空我去拜读一下 写过 赤天使 傻子复仇记 渣女友合谋情夫害我 我范儿亮剑 爱你 所以我要离开你 等 这些在知乎 和言言故事里 都能搜到 知乎和言言故事我知道 听说那里的男读者 全都帅得惊动联合国 女的美得赛过七仙女 这些人 美心上的读者 还特别喜欢点赞加好评 没错 这些读者大大都是 我的一世父母 要是当面见到 我得给他们拜个早年 哈哈 就在我俩聊的正欢时 有人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一转身 撞上了一个人 胸口一凉 打探红酒 王小飞一脸惊讶地捂着嘴 一手还拿着 已经空了的高脚杯 哎呀 不好意思 江少怀 我不是故意的 本来想要跟你敬酒的 你没事吧 他声调很高 引得众人的视线 再次聚焦过来 我皱着眉头看他 场地那么宽 别说让他这个 受竹竿敬酒 就是放牛 都可以了 可他就是能不偏不倚的 把红酒 撒在我的身上 说不是故意的 傻子都不信 又有好心人出来打圆场 江少怀 别为了一件衣服 扫了大家的兴致 你那保安队里 统一发的衣服 也跪不到哪里去 大度点 是啊 王小飞也是出于好意 想敬杯酒 给我个面子 算了 说话的 还是那个闲眼包 月人亮 我心中倾笑 你的面子值几个钱 见他们都为自己说话 王小飞此刻理直气壮起来 他故作无辜的眨眨眼 大不了赔你就是了 一百块够不够 我无奈地呼出 一口啄气 让我生气的 不是衬衫被弄脏 而是他这个烂货 还在以为 我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要不两百 三百 四百 王小飞手里 拿着几张百元大钞 在我的眼前扬了扬 说话的口吻 像是在施舍 这一幕落在他人眼中 我看起来像是乞丐 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 指了指衬衫 这个两万九 什么 两万九 王小飞尖叫一声 全身一股穷酸味 你长得像两万九 你要是能证明 这件衣服两万九 别说赔 让我表演 倒立拉屎都行 倒立拉屎 这个我倒是很感兴趣 我给贴身助理打去电话 梁助理 你现在去一趟我家 问我太太 拿我今早穿的那件 高定衬衫的发票 一个小时后 开车来续日会所接我 王小飞阴侧侧的看我一眼 阴阳怪气道 还 还梁助理 猪鼻子插大葱 装像 像 全身上下掏不出两个钢蹦来 就别装成功人士了 随他去说 待会儿我就打他的脸 这时 张冰龙朝我走来 西装笔挺 还喷了香水 就算是这样 我都能闻出人渣的未来 紧随其后的 还有月人亮 两人手里各自拿着酒杯 和一瓶红酒 刚才我就注意到 他俩不怀好意的商量了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 又想故去重拾把我关罪 好看我出球 经时不同往日 现在找我拼酒 属实是撞我的枪口上了 要是以前 我喝啤酒最多一瓶 红酒最多一杯 白酒一沾就到 这么多年伤海浮沉的历练 我早就练出来了 蒋少怀 喝点 以前我们是闹出过什么不愉快 但是过去那么久了 也该一笑敏恩仇了 张冰龙挺着胸膛 在我的面前装洒脱 月人亮装出一副老好人的嘴脸 我做陪 大家不醉不休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我无所谓道 怎么喝 对瓶吹怎么样 有人开始起哄 快来看啊 江少怀说要对瓶吹 众目睽睽之下 我举起红酒瓶 一仰薄三下五除二 便一饮而尽 不愧是八二年的拉菲 沾了龙哥的光 才能喝到这么好的酒 热闹的包厢内落针可闻 张冰龙和月人亮互视一眼 脸上的神色精彩分成 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该你们了 张冰龙的喉结滚了滚 硬着头皮开喝 月人亮都傻了 在我的提醒下 哆哆嗦嗦地举起酒瓶 我叼着牙签坐在椅子上 顺手在桌子上拿了把瓜子 边磕边看两人卖力地表演龙溪水 狂妄 随着一声酒瓶撞击声响起 月人亮躺失了 再看张冰龙 他强装体面地 在我的面前晃了晃空酒瓶 眼神迷离地像个老六 嘿嘿 等我先去开闸放水 回来后再喝 张冰龙迈着亮腔的交叉布 往门外走去 吴梦瑶地看了我一眼 赶忙上前扶住他 握住他胳膊的那一刻 吴梦瑶无名指上的钻戒 引起了我的注意 和张冰龙手上的钻戒 好像是一对 张冰龙甩开他的手 没罪 我自己去叙叙 我下意识地问了赵凯文一句 他俩结婚了 早就结了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去了 除了你 赵凯文凑近我亲身问道 你不会还在惦记着吴梦瑶吧 我晃了晃无名指上的银戒指 我也有 说起我的老婆陈欣然 他没有吴梦瑶的美貌 但却有他无法企及的温柔 善良 无论风雨 整整十年 他陪伴我左右 在他的鼓励下 我挺过了生意场上的腥风血雨 创业初期 我还是无房无车的穷光蛋 而他却顶住家庭的压力 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 结婚戒指 就是这没廉价的 不能再廉价的银戒指 那一句江少怀 我相信你迟早会成功 一次又一次给了我动力 成功后 我曾跟他说 给他换一枚鸽子蛋 他却笑着不肯 说银戒指 是我俩无惧风雨的爱情见证 是最宝贵的定情信物 忽然走廊里发出一声尖叫 流氓 话音刚落 门被一把推开 张兵龙慌里慌张地 快步走了进来 就在大家疑惑 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门再次被猛地推开 一群人鱼贯而入 领头的是一个 阴阴哭泣的女人 身后跟着一群 五大三粗的蟒汉 一看就是混社会的 紧跟在女人身后的男人 上身半裸 满身纹身 看起来就很猛 我定睛一看 左青龙 右白虎 老牛在腰间 龙头在胸口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是老大 女的宁眉指着张兵龙 转头向文申男告状 老公 就是他当前摸我的屁股 还说有没有兴趣 和他深入浅出地探讨一下 软件硬化工程的详细流程 文申男一听 气得胸口上的龙头 都颤了颤 我看文申男眼熟 对了 他是放高利贷的刘文强 和我有过一面之缘 成立借贷公司的时候 还是我借给他的启动资金 我本来不愿意 和这些人打交道 但是没办法 生意做大了 黑白两道 多少都会接触 此时张兵龙 已经吓得大气不敢出 瞪着眼睛忙买手 哥 我错了 刚才喝醉了 我以为是我媳妇 刘文强正在气头上 二话不说 像抓鸡崽子一样 把张兵龙从座位上拎起来 一记重拳挥在他的脸上 打得张兵龙跌倒在地 鼻血狂飙 他狼狈地缩到角落 一边手忙脚乱地 擦掉狂飙的鼻血 一边向同学投来求助的眼神 而与他对视的瞬间 众人纷纷避开视线 黑社会谁敢惹啊 搞不好 小命都没了 见没人伸手相助 张兵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哥 要不我们诉诸 法律怎么样 法律怎么判我都认 刘文强瞪着眼 穿得人模狗样的 竟不干人事 多少年没碰到过流氓了 今天让我好好看看 刘文强一边骂 一边滋啦滋啦地狂撕 张兵龙的衣服 不要 不要 张兵龙凄惨地求饶 并不能激起 嘶红眼的刘文强 丝毫的怜悯心 眼看着张兵龙 只剩下一条内裤 我掏出手机 打开录像 一边拍 一边假装劝和 和谐社会 大家不要打打杀杀 进了橘子 对大家都没好处 劝解的过程中 手机的摄像头 一直对准的是张兵龙 这感觉真爽啊 我终于体会到 当年张兵龙 对我对脸狂拍的乐趣 吴梦瑶本来坐在椅子上 吓得瑟瑟发抖 见我出来说和 这才壮着胆子 护住张兵龙 够了 你们气也出了 再不住手 我可要报警了 刘文强眼睛一亮 见兮兮的说 这是你的老婆 那我得摸回来 刚伸出闲珠手 被我一把推开 我恋恋不舍的 将摄像头转向刘文强 我可都录着呢 刘文强猛地打掉 我举在面前的手机 手机掉落的那一刻 他愣住了 姜 姜总 怎么是您老人家 刘文强慌忙捡起手机擦了擦 讨好的冲我笑了笑 还好 没坏 我假装刚认出他来 你是刘文强 太好了 书人 这就好办了 我同学摸了你老婆的屁股 你把他给打了 扯平了 卖我个面子 这事就这么算了 行不行 刘文强顺势给了个台阶 姜总既然发话了 不行也得行 那咱们有空一起喝酒 回见哈 姜总 刘文强一行人 退出了包厢 我注意到 大家看我的眼神 多了一点忌惮 尤其是刚才 对我横眉竖眼的 李飞燕和王小飞 眼神明显柔和了很多 再一次冷场 就连班长董彪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是刚才躺尸的月人亮 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最眼朦胧道 龙 哥 咱继续 咦 你咋光着身子 嘿嘿 又在秀身材 大学的时候就爱秀 为你的好身材干 话说到一半 一个亮枪栽倒在地 再一次躺尸 赵凯文好心地 将他扶到包厢的沙发上 丢了面的张兵龙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都这样了他还不忘嘴硬 那家伙叫刘文强是吧 老子早晚得还回来 对了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张兵龙忽然皱起眉头看我 好像是我指使的刘文强打他 冤枉啊 刘文强的出现 纯属意外之喜 我坦坦荡荡地回他 一个朋友而已 几年前借给过他几百万做生意 点头之交 仅此而已 几百万 一个保安能有几百万 说得轻飘飘的 我看分明是你找来砸场子的 王小飞又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我彻底无语了 这娘们脑子是有泡疤 刚才弄脏我的衬衫 还没找他算账呢 张兵龙牙缝里一字一句地咬出我的名字 是不是如王小飞所言 那群流氓是你找来整我的 我匪夷所思地望向张兵龙 你的脑子也有泡疤 这也能怀疑到我的头上 既然你们处处刁难我 那就彻底撕破脸吧 我回敬张兵龙和王小飞 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从大学时 你们就嫌我穷 瞧不起我 你 张兵龙 那次你领头拍我裸招的是忘了 还有你 吴梦瑶 我好心提醒你 张兵龙在宿舍 炫耀你俩的激情视频 有什么错 你大不了骂我一句 多管闲事 至于倒打一耙吗 那件事 你是罪魁祸首之一 王小飞 你曾经不厌其烦地说 我身上一股子穷酸味 我穷怪你什么事 吃你家大米了 也少不了你 李飞燕 你个大花痴 就喜欢乱嚼蛇跟闲人丑 你有什么资格 长得一张大兵脸 可险着你了 有些话憋在心里这么多年 今天一吐为快 真的是舒服 被我骂过的人 脸色十分难看 尤其是王小飞 和李飞燕这两个娘们 凑在一起呲牙咧嘴 不知道在嘀咕我什么坏话 就在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是梁助理打来的 江总 我到了 是直接进来 还是在外面等您 那你就在外面等吧 让大唐经理 把发票带过来 是时候跟王小飞算账了 看着他和李飞燕 在嚼舌跟我就烦 那恶心的样子 像是村口的长舌妇 三言两语 就能让人身败名裂 包厢的门被轻轻地推开 大唐经理走了进来 他走到我的身边 恭恭敬敬道 江总 这是您要的发票 我点头表示感谢 随即把发票 摊在王小飞面前的桌上 看看吧 两万九 看到金额的那一刻 王小飞的眼睛都直了 这 这发票 不会是假的吧 我笑了 如果你能证明 这发票是假的 我倒贴你两万九 王小飞为难地抠着手指 看样子是不想赔了 我提出解决方案 不赔也可以 你跟我道歉 承认自己狗眼看人低 那咱们就一笔勾销 王小飞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对不起 江少淮 是我有眼无珠 还以为你是十年前的穷小子 同学会本来是追忆往昔 交流感情的好事情 但这几个烂人 却变招法地找茬 闹到这种地步 再留下来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给赵凯文留了张名片 简单寒暄几句后头 也不回得走了 忽然 张斌龙腾地站起来 雨带威胁 江少淮 你把同学会搞成这样 现在想一走了之吗 今晚你要是敢踏出这门半步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轻蔑地看他一眼 闹成这种局面怪我漏 张斌龙 月人亮 李飞燕 王小飞 从我进门起 你们几个就想招法地让我出球 董彪 你不该叫我 你们继续 所有的消费 我会叮嘱经理 挂我账上 身后的张斌龙还在发狠 江少淮 你给我站住 我一边走 一边无奈地摇头 梁助理已经把车停在了会所的门口 见我来了 他下车打开了车后门 我正要迈不上车 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扭头一看 是会所的老板钱总 江总 到这里也不找我喝杯酒 不够朋友啊 我刚要辩解 张斌龙冲了出来 旁边的几个同学 拉都拉不住 他边朝我这边跑边骂 江少淮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看我不抽你 刚一叫嚣完他就愣住了 钱叔 钱总也愣住了 上下打量着衣衫蓝褴的张斌龙 小龙 怎么这神打扮 还有 怎么跟我的朋友江总说话的 张斌龙看我的眼神起了变化 你真的认识我钱叔啊 我挑了挑眉 钱总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说 要论这层关系 你也得喊我叔 钱总插嘴道 小龙 快叫啊 叫江叔 你不吃亏 江总 可是生意涉及文娱 地产 酒店 餐饮的大老板 能攀上这层关系 对你爸的生意有很大帮助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眼睛里星光点点 学着钱总的口吻 小龙 快叫叔 身后憋笑的同学 再也忍不住了 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钱总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我憋住笑向他解释 张斌龙是我的同学 这下钱总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此刻的张斌龙 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等到笑声停止 我绕过那几个烂人 一一给其他同学发了名片 看到名片的那一刻 他们朝我投来崇拜的眼神 临走时 我跟赵凯文打了声招呼 凯文 以后常联系 又跟钱总握了握手 钱总 今天是我不对 没提前通知你 改天我再向你赔罪 再会 说完便弯腰 坐进车子的后座 在众人的注视下 我的劳斯莱斯幻影 刺破云木 扬长而去 后座 我点燃一根雪架 云雾缭绕间 我下定决心 以后再也不参加什么狗屁同学会了